C女士反映 她母亲70岁了 退休以后在一家饭店做保洁工作 前段时间发生交通事故 对方全责 医药费营养费正常赔偿 但不肯支付务工费 理由是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咨询这合理吗 这个不合理 他是否要赔偿务工费 不是说单单看他是不是到了退休年龄 他虽然70岁了 但他是在做保洁工作 他是有收入的 因为你这个受伤导致他没法去做保洁工作了 导致他这个收入就减少了 这就是他的实际损失 所以说必须要赔的 当然如果说这位是一个退休老太太 本来就在家里的 你受伤在家里待个15天 也还是照样拿这个退休金 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损失的 在那种情况下是不需要赔这个务工费的 律师意见仅供参考 如果您想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 可以拨打24小时新闻热线 0571 8800 1818